这次回河南 本来想去郑州逛逛河南省博物院 好给老小们讲讲河南的豪文武 结果博物院不让拍照 瞎跑来一趟 结果回去的路上 后几楼里发现一个mini小博物院 乖乖赖也不错 这个占品可有意思 张得给个外景人一样 它叫寿面温和 是个通类 我给您招来了 在河南省博物院的馆房介绍 来看看吧 河南省博物院的馆房 流布是该种气性的基本部件 古人把酒水倒入河中调节浓淡 再直盼针灸 从流布与成酒气中 青铜河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 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州 流行到春秋战国 寿命文铜河 商代早期青铜驰骰贵贵 中高二十厘米 1955年发现于河南省郑州市紫金山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铜盒上部封顶 无盖 刘有新型口 用以注水 添酒 管状有残缺 刘两侧又以圆形凸齐 微微竖井 分当代状 空足三只 与刘相对一侧 有宽纸盼熟 颈部是寿命文艺中 夜斗司所 这是一个粉酒器